婚前,男友贷款买了房 他说,这是我爸妈给我们买的房 惊喜吧,确实是天大的惊喜 贷款刚好是他工资的90% 后来,他喊不起房贷来找我 老婆,我打断他 行行,你没有老婆的呀 跟宋路诚恋爱的第七年,我们决定结婚 从校服到婚纱 我思以为我们还能一起拍一照的 如果今天我没有心血来潮 想给家里来个大扫除 却翻出来一纸写着宋路诚名字的购房合同的话 明明我们说好,等领了证,在一起购买的 可现在,他却已经背着我 首付都付完了,连银行的贷款都下来了 宋路诚下班回来 见我对人的纸合同发呆,只慌张了一瞬 进而很大方地说 月月,原本想结婚后跟你说的 这是我爸妈一定要送我们的新婚礼物 惊喜吧,确实挺惊喜的 宋路诚一个月一万的工资 房贷就有九千 算盘珠子直接绷我脸上了 我也是不死心 问他,既然是你爸妈一定要送我们的新婚贺礼 这房贷,也是你爸妈出吧 毕竟贷款只有十年 他父母为他在奋斗十年还是有经历的 宋路诚脸色一僵 我爸妈为了我们房子的首付已经花光所有积蓄 还向亲戚借了十几万呢 好的,死心了 其实,这也不是宋路诚父母第一次在我面前打算盘了 我跟宋路诚同为云城人 同在本地上的大学,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也一起留在了云城 所以,我俩从大二开始恋爱 双方家长都是知道的 大学毕业时,我带着宋路诚见过我父母 宋路诚也带着我见过他爸妈 那时,宋妈还是很好的 一句句漂亮话,说的那叫一个好听 我家路诚能找到你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他若惹你生气,你跟阿姨说 阿姨收拾他 我没有女儿,你将来跟路诚结婚了 就是我的亲女儿,真好 我那时年轻,真以为他打算把我当亲女儿带呢 所以,逢年过节,我都会给他买礼物 当然,宋路诚也会给我爸妈买 直到半年前,我跟宋路诚谈婚论嫁时 我才知道,我买的那些礼物 还特么不如扔水里冒个泡呢 云城的彩礼说高不高 说低也不算低,大事是十几万 我跟宋路诚都是独生子女 我爸妈的意思是,宋家给多少彩礼 他们就给我多少嫁妆带回我跟宋路诚的小家 但双方家长见面时 宋妈意见都没有先过问我爸妈 开口就是,俩孩子也出了七年了 孩子们都满意 彩礼我看,不如就按照我一个去年国庆结婚的 亲戚家孩子的彩礼来 一万一,寓意万里挑一,如何 但他可能忘了,他那个亲戚孩子 去年国庆结婚的时候,我还跟宋路诚一起去参加婚礼 彩礼是二十八万八 改口费是两万 因为是他亲戚嫁女儿 他还特别大声且自豪地跟旁人说 从彩礼看男方家庭重视姑娘的程度 言下之意,他亲戚女儿嫁得好 男方很重视 宋妈如今张口只有一万一 我当时心里就很不爽 但他话说得漂亮 我不好当着众人的面戳穿他 我爸妈虽然不满,也没当场发作 回到,既然你嫁出一万一的彩礼 那我家也出一万一的嫁妆 都是万里挑一 两家谈完彩礼,各回个家后 我妈说,你那婆婆小算盘一套一套的 你还是在跟她相处一段时间看看 人品若实在不行 你将来嫁过去,也不好跟她相处 不如就随便找个理由 跟宋路诚吵一架分手算了 我爸跟着点头 当然,我们不是逼你分手 一定要棒打鸳鸯 实话,宋家若真只打算出一万一 还能给我们省下十几万的 我们也没想过卖女儿 跟我爸妈谈完 我问宋路诚 他妈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大家心知肚明 他家亲戚的彩礼是多少 宋路诚说 他也不知道 他妈为什么会临时来这么一出 但他保证 彩礼绝对不会低于十六万八 哪怕他家里不出 他把自己这些年上班的积蓄 全部拿出来 再问朋友借点 也不能让我的彩礼 真只有一万一 他还真把他的银行卡 交到了我的手里 说,改口费一万一 寓意万里挑一还行 我那时觉得,也行 我是嫁给宋路诚 又不是嫁给他妈 彩礼看清楚婆婆的嘴脸 婚后少来往 没有婆媳矛盾 且,我跟宋路诚原本就规划好了 婚后,我们自己买房 不跟任何一方父母一起住 我回去后 跟我爸妈说了宋路诚的话 我爸妈还是很不乐意 我妈,月月 婚姻真不是你们两个的事 是两个家庭的事 但凡其中一方家庭中的成员 想做什么妖娥子 你们婚后都得鸡飞狗跳 我爸被戳中了某个痛点 没接口 这我倒是知道 在我奶妹离世前 我妈没少跟我来吵架 我爸说的不好听点 有点妈宝男 后来,据说是我妈让他在妻女 跟父母二选一的时候 奶奶让他抛弃妻女离婚 他才彻底醒悟过来的 我爸在我妈这么说了后 虽然没接口 但看得出来 他也是赞同我随便找个借口 跟宋路诚分手的 可我没分 我投铁 我舍不得 我脑子有泡 我想着 我跟宋路诚一起走了七年 从青葱岁月 到如今快人到中年 因为点彩礼就分手了 对不起我们一起走过的七年 宋路诚在我俩谈婚论嫁之前 真是个24号男友 我大姨妈会监督我不要喝冰水 出差不论多早多晚 都会接送我 半夜我想吃成男的烧烤 他大冬天能从被子里爬起来 毫无怨言地跟我一起去 当然 也有吵架的时候 但吵过很快就会和好 算来 我俩也是门当户对 大家都是工薪阶级 都没有很牛逼的父母 一起在这个四五线城市做社畜 不存在谁高价高取 看不起谁的问题 所以 为此 我跟我爸谈了一次心 我问我爸 你作为一个曾经的妈宝男 觉得宋路诚能不能嫁 我跟爸妈关系很好 偶尔 开心上头还能叫我爸一声老秦的那种 我爸沉默了很久 才说 你若实在喜欢他 也能嫁 我们帮你兜底就是 谁让我跟你妈 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但你自己想清楚 他若真婚后拎不清 你可能会被逼着 从一个可爱的少女变成泼妇 他 这不是开玩笑 你妈没嫁给我之前 是出了名度温柔 实话 我当初真以为我爸跟我开玩笑来着 毕竟 我妈现在也很温柔 可如今 我看着这纸购房合同 听了宋路诚 这番案里维护他父母的话 脑门上的火压都压不住时 我才知道 我爸不是跟我开玩笑的 此时 我在可爱的少女 跟诗心风 泼妇两个身份间 只差一句他妈的 或者草泥马了 而宋路诚 在我即将做一个诗心风 泼妇时 还给我来了句 月月 我妈说 这也是他不出那么多彩礼后 定得补偿 我 我耐着性子问 你一个月还九千的贷款 我们婚后的开销怎么办 云城虽不是一线城市 但消费并不低 一个月若只有一千 别说社交了 吃饭都不敢买肉 我十分好奇 他是如何做到这般狗胆包天 敢只给自己每个月留一千生活费的 宋路诚看着我 说 月月 我们结婚后 这房子也是你的呀 我呸 若真是我的 需要背着我买 不需要加上我的名字 我深吸了好几口大气 再问 所以 我们婚后 你的工资负责房贷 我的工资负责我们的日常开销 宋路诚试探地问 月月 你应该没意见吧 神他妈没意见 老娘只是年轻 又不是傻 宋路诚 是我太给你脸了 以致你觉得我是傻子 还是你从来都这么自信的 回后你的钱负责你的婚前财产 我的钱负责我俩的生活 我强认着骂娘的冲动说 说不好听点 将来我俩过不下去了 离婚时 你的还是你 我的都是你的 你多大的脸 还觉得我会没有意见 宋路诚却道 月月 谁家两口子 结婚是笨 这离婚去的 这婚都还没有结呢 你就想着离了 我他妈真听笑了 对 没人结婚是笨着离婚去的 可以没人结婚 是笨着算计女方财产去的呀 你个老六 宋路诚强词夺理 这不是我爸妈一定要给我们买的吗 老人家的一片好心 怎么在你嘴里就变成算计了呢 我看着宋路诚 在这一瞬间 觉得这张看了七年的脸 无比陌生 我没有跟宋路诚继续吵架 而是当着他的面 给我爸妈打了电话 你跟妈妈也送我和宋路诚一套呗 不用比这套更好 差不多就行 只需要你们付首付 我自己还贷款 我爸在电话那头听出了什么意思 二话没说到 行 那就用原本给你准备的嫁妆 给你付首付 你明天就去看房子 我硬完好挂了电话 宋路诚去急了 秦运月 我打断他 你知道的 我跟你恋爱时 就不愿意在金钱上占你的便宜 现在要结婚了 也不能占你家的便宜 你爸妈送了我们一套房 公平起见 我爸妈也必须得送一套 不然 以后别人说我 是贪图你的房子才跟你结婚的 好说不好听 送路诚 送路诚 可你若也要还九千的贷款 我们的生活怎么办 我压抑的抬头看他 不是吧 不是吧 你觉得我们每人一个月 有一千的生活费还不够用吗 我劝他 路诚 我们结婚后 我爸妈送我的这套房子 也是你的呀 我们等于有两套房子了 多好 你应该不能有意见吧 送路诚 可是 如此我们的装修怎么办 我白了他一眼 懒得回他这么白痴的问题 干脆也要跟我爸妈商量买房的借口 回了自己家 其实 我更想现在就跟送路诚说分手 我给我爸妈打这电话的意思很明显 让他感同身受一下 我也提前买房 然后贷款险些覆盖全部工资 他是什么感受 他感同身受完 给我道歉 说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 我给他一半的首付钱 我俩都还能继续 可他感同身受完 第一时间想的 就是他占不到我的便宜了 那我俩就只能到这里了 只是 有个问题 我们的婚礼时间已经敲定了 就在七天后 请帖都发出去了 我得先回去跟我爸妈商量 怎么退了这婚 回到家 我爸妈说退婚的事 他们会跟收到请帖的亲戚们解释清楚的 让我不用担心 我妈见我气哭了 安慰我 月月 婚前彻底看清楚她的人品 好过将来离婚 这是好事 我抹了把眼泪 确实是好事 我只是心疼自己 那位了狗的七年青春 当晚 我给宋路诚发了分手信息 宋路诚不同意分手 他说 月月 就因为我爸妈送了我们一套房 你就要跟我分手 我不想跟他再掰扯 直接回 那是送了我们一套房吗 那是想把我们的婚后财产 合理变成你的个人财产 你他妈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老子又不是小学生 大概是我直白地说出他家的算计 送路诚恼羞成怒 秦月月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种斤斤计较的人 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确实 我以前从来没有跟他斤斤计较过 我俩恋爱七年 从学生时代开始 他请我吃饭 我就一定会请回去 他送我礼物 我也会找个合适的机会 再送同等价位的礼物给他 工作后 因为我俩上班的地方挨得近 但离两家都挺远 为了方便上班 我们一起租的房子 房租都是AA的 甚至 我们最初工作的时候 他没钱 又不好意思跟他父母伸手的时候 我养着他的日子都有 但他脑子是不是突然装了江湖 我不占他的便宜 不等于我愿意被他占这么大的便宜 当然 更大的可能 不是他脑子突然装了江湖 而是被他妈给洗脑了 刘记得 就半年前我们谈完彩礼后 我找宋路诚质问他妈是什么意思时 宋路诚也给他妈发过信息 问过他妈妈 问他妈的信息不是当我面发的 但我看见了他妈的回复 宋妈 儿子 你是不是傻 秦家虽然是说 我们出多少彩礼就会多少嫁妆 但是钱真正是在秦月月手里啊 不过是左手到右手的事 你万一跟秦月月离婚 彩礼是秦月月的 嫁妆也是秦月月的 一分都没有 宋妈 你看 我说只出一万一的彩礼 秦家也什么都没说同意了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家女儿现在都二十七了 仇嫁呀 再说 秦月月跟你在一起七年了 早就不是处女了 现在再换一个男朋友 谁看得上啊 宋妈 听妈的 彩礼就一万一 秦月月爱嫁不嫁 我是你妈 妈还能害你不成 我看到这些信息 是因为我有一次借用宋路诚的电脑 他电脑自动登录了他的微信 才刚好被我看见了 我当时便跟宋路诚发了很大的脾气 宋路诚解释说 他妈妈给他回这些信息的时候 他就回电话 跟他妈大吵了一架 又一份填膺的跟我说 月月都什么年代了 这种不尊重女性的思想 我怎么可能有呢 放心 等我气消了 宋路诚跟我说起了 他一个亲戚家的儿子 说是彩礼出了十八万八 结果 结婚只有三个月就离婚了 彩礼也不退还 等同一片婚 他妈可能也是受了这个影响 才不想出那么多彩礼的 我虽然对宋路诚的气消了 对他妈的那肚子气 完全消不下去 我呵呵 你妈无终生亲戚的本事 我是见过的 宋路诚 宋路诚转移话题 我们也就没有再继续谈论这个 如今看来 宋路诚那时 其实应该就被他妈这番话给说动了 只是在我面前 装得很像那么回事 而恋爱恼得我 只记得我们一起走过的七年 宋路诚把我当白痴 说我斤斤计较后 我直接将他的微信电话 全部拉进了黑名单 四日清早 宋路诚来我家找我 说出来的话还是很气人 他必要不谈他提前贷款买房的问题 指责我说 月月 我们就要举办婚礼了 这个时候你说要分手 找哪个婚头的去劫都行 别来找我 他 洗铁都发出去了 你现在临阵退婚 我们两家的脸面都过不去 什么事我们结完婚再商议 行不行 我朝他翻白眼 然后被你家算的一辈子吗 宋路诚 我猛的想起了什么 回房 从房间里拿出宋路诚以前给我的银行卡 跟一盒手势盒 交给宋路诚 道 免得你家说我是为了彩礼和三金才要跟你结婚 骗你婚的 这彩礼跟三金现在也还给你 虽然我知道 那张卡里已经一分不胜了 昨晚 也是为了让自己彻底死心 我半夜出门在楼下的ATM机去查了查 宋路诚当初给我的这种卡里 还有多少钱 零 而这彩礼钱 我们当初说好 我在用我爸妈给的20万价装 以及我自己这些年的存款一起买房付首付的 房子我们都一起看过了 所以 我没有改这卡的密码或者把钱拿出来换张卡存 也没有要求宋路诚解绑这张卡绑定的微信支付宝之类的支付APP 可现在 他把卡里的钱全刷完了 买了他的婚钱房 房子还离我和他上班的地方至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倒是跟他父母的房子离得十分近 想说我跟宋路诚当初看上的房子离宋家较远 宋妈不满意 才重新穿多宋路诚选了离宋家近的房子 不过 无所谓了 倒是说起三斤 我又想起另一件讽刺的事 宋妈在知道宋路诚把他的银行卡给了我 铁了心要给我十几万的彩礼后 虽然没有因为这钱来我面前撒过泼 但心里很不乐意 是已 在知道我跟宋路诚要去买三斤那天 专门赶过来说 三斤这玩意儿就结婚时佩戴一下 没有必要买新的 我这里有我已 前结婚时用的三斤 给你们用一用就行了 我默默在旁边问 那你的三斤也应该是路诚奶奶的吧 既然要借用 是不是得先问问路诚奶奶的意见啊 宋妈嘴快 这是我结婚时 路诚爸爸给我买的 我反问 你结婚的时候买新的 我结婚的时候借用一下就行了 这就是你以前说会把我当妻女儿带 宋妈 我自从知道宋妈是什么德行后 为了将来婚后 不被她隔三差五拿捏一回 也不跟她蓄于尾仪了 直接说 做你亲女儿真可怜 还好我不是你亲女儿宋妈 宋路诚也帮着我说话 妈 不帮忙就别添乱行不行 大概是宋路诚帮我说话了 他妈语气不爽的在一旁说 彩礼都出了十六万八 还要买三斤 不是快二十万了 路诚有那么多钱吗 宋妈真说对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了 所以 我俩在专柜晃悠了一圈后 我觉得价格太高了 四季婚后 我俩马上就要买房 装修 生孩子 哪里都需要钱 于是我提议我俩 干脆淘宝上买套假的得了 反正也就结婚那天佩戴 宋路诚还抱着我说 月月 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我贴心的大手一挥 日子是我俩过的 又不是给别人看的 现在 我看着手里这套假三斤 就觉得脸火辣辣的疼 瞧我这该死又讽刺的贴心 我把三斤和彩礼 都退还给宋路诚后 她才彻底慌了 说月月 你若实在在意 我爸妈送给我们的这套房子 我们加上你的名字 现在就去家 我摇头 不用了 先不说那套房子 比我们上班的地方那么远 即使加上我的名字 我们婚后 使用的概率也不会很大 最主要是 婚前她就能这么算计我 婚后自是不用说 日子肉眼可见的 不是鸡飞狗跳 就是耳鱼我诈 我结婚 是因为想跟喜欢的人 携手白头 而不是为了上演甄嬛传 见我态度坚决 宋路诚跟我打感情牌 月月 我们在一起七年 你真舍得我们这段感情 我想了想 昨天之前 还是很舍不得的 所以 在她妈出幺蛾子的时候 我没有放弃她 我觉得只要她跟我是一条心的 她妈不是问题 可现在 我道 相较于我俩七年的感情 我更在意 我自己未来七十年的书心 宋路诚 她大概是没想到会彻底玩脱了 第三天 带着宋妈跟宋爸 也过来我家里劝说 宋妈还是那高高在上的语气 月月 你想想你跟路诚这么久了 要再找一个称心合适的 可没那么容易的 那神色 就插在脑门上刻上 错过我儿子 你不可能再找到这么好的男人 我那个气 我 放心 我不但能找到一个 比你儿子更好的男朋友 还能找到一个 不算计而媳妇财产的 不会无终生亲戚的婆婆 宋妈 我 你不是一直担心 我会拿了你儿子的彩礼钱 就跟你儿子离婚 骗你儿子的婚吗 现在我们婚前就分手了 你应该高兴才是 再也不会有人 骗你儿子的钱了 宋妈 宋妈被我对了 转头跟我妈说叫 亲家母 你家孩子这不是胡闹吗 你劝劝她 婚姻是大事 不能这个二戏 说不结了就不结了 我妈冷冷瞥了她一眼 可不是二戏了 当初跟你见第一面的时候 我就让月月跟你儿子分手算了 她舍不得跟你儿子几年的感情 非要等到现在看清楚 你跟你儿子的嘴脸 才醒悟过来 我妈 你请回吧 这婚我们原本就不同意结的 宋妈 两家人不欢而散 但宋妈大概是被我跟我妈一起对了 要找回点面子 出门时愤愤说 我们可是上门来劝和过的 你们以后别又求了要跟我儿子结婚 你女儿跟我儿子都睡了这么多年了 这种破鞋 家外肯定找不到更好的 我儿子现在有房有车 想找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 她话音刚落 我那温柔的母亲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巴掌甩在了宋妈的脸上 五根手指印 一根都没少的那种 我妈骂道 嘴巴这么不干不净 手还伸这么长 管这么宽 你儿子还妈宝 就算万贯家财 有你这样的婆婆 也根本找不到老婆 找到了也得离 宋妈要反击 被我眼急手快地拦下了 两家顿时因这一巴掌 从不欢而散 升级成老死不相往来 得益于我妈山宋妈的这巴掌 原本一直纠缠我 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不同意分手的宋路程 同意分手了 因为宋妈指着她的鼻子骂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就是你要死要活要结婚的女人 这家子都是什么教养 还打人 他们打的可是你亲妈呀 如果这样 你都还要继续跟秦月结婚的话 你还是人吗 我拔养你二十几年了 秦家最开始虚伪地同意 一万一的彩礼 秦月现在去临婚礼时 要分手退婚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她拿不到 你给她的十六万八的彩礼了 才故意这么恶心人的呀 说着说着 她开始哭天枪地的好 宋路程在被骂后 终于亲口跟我说了分手 我看见宋路程说了分手后 宋妈神色里 演不下的得意跟满意 从她的神色里 我明白了 她今天来 根本就不是来劝和的 而是来做嚼屎棍 想彻底把这婚给毁了的 难怪在我爸妈面前 说话都一直这么难听 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呢 倒也说得通 宋妈从第一步算盘落空后 就开始厌恶我了 尤其是我在看清楚她的嘴脸 对她说话也不客气了后 就更讨厌我了 这半年 不光是我爸妈建议 我跟宋路程分手 宋妈也不止一次地 窜跎过宋路程跟我分手 就四个月前 我跟宋路程的婚礼时间 彻底定下来时 她还专门给宋路程打电话 让宋路程跟我分手 她给宋路程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在宋路程身边 她声音超大 路程 你不是说考虑跟秦月月分手的吗 怎么还定下结婚的日子了 对 因为她妈坚决不出彩礼钱 所以 我跟宋路程后期要结婚的事宜 很多就直接跳过了她妈 连婚礼的日子 都是我跟宋路程一拍脑袋 擅自决定就在今年的5月20号 520举办婚礼 521领证 宋妈在电话里说 我们不尊重她 婚礼这么重要的日子 都没有请她一起商议 没有让她请人算算日子 她骂宋路程 你是有了媳妇忘了娘 你现在就胳膊肘往外拐 等你跟秦月结婚了 是不是还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 宋路程哄了她两句 隔了一个小时 她又打电话过来 说 妈刚去让人算了日子 5月20号这天不吉利 不适合结婚 这个日子结婚冲你 就算你们结了 也会很快就离 你们换一个时间 妈不会害你的 刚好那天是周末 我们不同意换日子后 她专门赶来了我面前说这事 态度强硬道 你爱同意不同意 爱来不来 宋妈 宋妈可能是觉得 婚前就拿捏不了我 婚后更不用想拿捏我 更加勤快地 穿多宋路程跟我分手了 一哭二闹三住院的那种 我跟宋路程 也因为他妈吵过几次架 但还是没分手 所以宋妈见我俩是铁了心不分手 便开始给宋路程 规划我们婚后水涨经济大权 她真的做到了 每天给宋路程打三个电话 说这事 直到一个月前 才开始消停了 等等 宋路程那套房 正是一个月前买的 难怪从一个月前 宋妈消停了 原来是一月前 宋路程彻底偏向她了 此刻 我看着宋妈得意洋洋的脸色 以及宋路程怒不可遏的表情 再想想半年前 宋路程信誓旦旦跟我说 彩礼哪怕她家里不出 她把自己这些年上班的积蓄 全部拿出来 再问朋友借点 也不能让我的彩礼 真只有一万亿 以及我是嫁给她 又不是嫁给 她妈之类这些话 我才明白 我妈说的 结婚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而是两个家庭的事 但凡其中一方家人 想出妖蛾子 我俩婚后都得击飞狗跳 这话一点都不假 我以前还脑子 有包的反驳过我妈 那你跟爸这些年 不是一直很好 我爸后面不是清醒了吗 我妈 那是因为有你 没你 我早跟你爸离婚了 谁愿意等他改过自新 谁知道他会不会杨凤依伟 这不 宋路程就杨凤依伟的选择 听从他妈的话 也是 那可是养了宋路程 二十几年的亲妈 是不可断的血浓与水 便是我爸后来不做妈宝男了 偏向我跟我妈了 在我奶来找我妈胡搅蛮缠的时候 我爸偶尔也会对我妈蹦出一句 你就不能让我妈吗 他毕竟那么大年纪了 彻底想明白后 我深吸了口气 跟宋路程说 好聚好散 带着你妈赶紧走 跟宋路程彻底分手后 我搬离了以前跟宋路程一起租的房子 在公司附近重新租了个单间 但我俩在一起七年多 还曾谈婚论嫁 朋友圈有很多重合 即使我不特意关心他的消息 也能时不时知道他的情况 跟我分手后 据说宋路程相要几次亲 但无一例外 基本以失败告终 倒不是我在分手后 说他的话话导致的 虽然我确实没少跟我的朋友们 吐槽他婚前就开始算进女朋友财产的事 主要是 谁家姑娘的脑子都没坑 宋路程现在手里那套房 每个月要还9000的贷款 还完贷款 每个月签的生活费 没有他家里支援 自己都养不活 还谈个屁恋爱啊 而一旦他接受他妈的支援 等同于他妈接管他的生活 他妈的要求全是按照他妈的意思来的 大概是有我在前面打样板 他妈对儿媳妇的要求还高 女方学历不能低于本科 年龄不能高于28 样貌不能太差 最好是独生女 哦 为了防止再找一个我这样气人的 还要求女方一定要孝心好 不能跟公婆吵架 我们曾经的共同朋友跟我吐槽 不说其他条件 就最后一条出来 谁家姑娘能答应这条件 我开插车去把姑娘插走 我笑着跟她一起打去 我也去 尾生诞三年多后 宋路程还真相亲成功了 朋友跟我说起宋路程恋爱了 准备结婚了时 我正忙于搞装修 跟宋路程分手后 我在我爸妈的赞助下 干脆也自己买了房 我没有宋路程那么狗胆包天 所以 房子不是很大 每个月三千多的贷款 再加上这三年多 我将所有精力都投到了工作上 也升职加薪了 我原本已不再关注宋路程的任何消息了 都已经是前男友了 还有什么好关注的 大家都这么忙 可能是朋友觉得我俩那么多年 都分手还分得那么难看 所以 宋路程现在又谈婚论嫁时被分手了 他一定要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 哎 要说这个我可不困了 别不忙了 我甚至抓了把瓜子在手里 边嗑瓜子边听 朋友说 宋路程跟人姑娘谈了半年 到了谈婚论嫁环节 两边家长谈时 宋妈还是当初跟我家谈时的那些话 希望彩礼只有一万一 人家姑娘跟家人当场答应了 大概是姑娘跟她家人答应的十分爽快 所以 宋妈又让姑娘给宋路程那套房子装修了 刚好可以做两人的婚房 姑娘还是一口答应了 说 等结婚了 立马就用嫁妆装修 然后 没几天 姑娘以宋路程左脚先跨进门 跟宋路程大吵了一架 分手了 我听笑了 这不就是我妈当初让我干的是吗 哈哈 宋家想屁吃呢 人姑娘是结婚 又不是扶贫 番外 宋路程这是我第34次相亲了 刚好跟我的年龄一样 这次相亲的姑娘有点胖 跟我一样的年纪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其他不说 就他家里还有个弟弟这一条 我很在意 将来他会是个伏地魔 只是看那介绍人 是我表姑的份上才来的 原本我想随便聊几句就走的 但在看见姑娘的眼睛时 对他有了一丝莫名的好感 因为他生了一双 跟秦月月很相似的眼 甚至从侧面看 跟秦月月还有三分相似 我跟秦月月恋爱七年多 虽然分手了 在他之后 我也重新谈了一个女朋友 可他一直是我心中最喜欢的姑娘 从校园到婚纱 再到一座双人墓 是我俩曾经的规划 只是 这规划提前终结于我买了一套房 我也知道 我这样是在算计秦月月 但当时 因为彩礼的事 我妈很不喜欢秦月月 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说 秦月月就是为了我手领的十几万的彩礼 才跟我结婚的 太贪财了 还当着她的面 就同意一万一的彩礼 背着她的面 就一定要十几万的彩礼 又当又立的 我不知道 我那时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我妈说太多次数 让我前一幕话认同了 我竟觉得我妈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而在我跟秦月月看好了房子后 我妈更生气了 她说 秦月月把房子 选在离我们家这么远的地方 就是想结婚以后 你都不要跟我们来往了 我养你二十几年 你是要结婚 就跟我们断绝关系吗 妈现在年纪大了 身体还不好 哪天生个疾病 给你打电话 你还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家 万一 我因为你在路上的一个多小时 没了怎么办 她说 儿子 我是你亲妈 我能害一不成 信妈的 彩礼就一万一 秦月月一定会嫁给你的 你用给她的彩礼 我再给你添点钱 先买房 也算是我们送你们的新房 她说 秦月月是独生女 秦家最少也是二十万的嫁妆 给到秦月月 你们再用这二十万装修 装修费都出来了 这样两全其美 秦月月不可能有意见的 我原本是不同意的 可我妈在我不同意后 一哭二闹三上吊 说我胳膊肘往外拐 说我不孝顺 说声我不如生块叉烧 她原本就有点高血压 在我坚持了一个多月后 她被我气得住院了 看着她躺在病床上 背对着我 不理我后 我终于还是妥协了 背着秦月月 买了我妈看中的一套 离家很近的房子 我也承认 我妥协不仅仅是因为 我妈被我气住院了 而是在我妈的洗脑下 我觉得秦月应该能理解我 那可是我妈呀 我故意隐瞒了秦月月 就是我知道 秦月月会因为我没有跟她商量过 就擅自买房 还买的不是她看中的那套 会很生气 我想等结婚了再跟她说 如此 即便她很生气 也不会影响我们结婚 但我没想到 基本不怎么做家务的她 会心血来潮 突然给家里来个大扫厨 还翻箱倒柜 将以前的旧物 全部拿出来洗一遍 然后 翻出了我放在柜子 深处的购房合同 更没想到 她会气到决绝地 要跟我分手 毕竟 在我妈为难她的情况下 她都还是毅然决然地 选择继续跟我走下去 我原以为 我们的感情坚不可摧的 跟秦月分手后 我消沉了一段时间 被我妈逼着相亲 在第十五次相亲的时候 相上了前女友 原本也还算谈得好好的 但到了谈婚论嫁时 谈崩了 两家谈之前 我问过我前女友 她家对彩礼的数目 前女友说 就按照云城的大事走 反正我家给多少彩礼 她家回多少嫁妆 她也知道 我买了房 手里没那么多钱 甚至贴心地说了 若我家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那就把我的房子 加上她的名字 写清楚出资份额 她带回来的嫁妆做装修 我跟我妈说了 我妈答应得好好的 我妈却改口只愿意给一万一的彩礼 还要求前女友 加出我房子的装修 不加名字的那种 我因为要还房贷 这次是连私下都拿不出十几万了 有秦月月的例子在先 我预感可能要分 果然前女友一家当面答应可以 没几天 前女友跟我吵了一架 分手了 为此 我跟我妈大吵了一架 我妈哭着骂我 那我还不是为你好 谁知道她是 不是就是图你的房子 你表哥的例子 你不是知道的吗 结婚几个月 离了 十几万彩礼打水飘了 表哥的事我确实知道 但我后来才知道 表哥名下的车是女方买的 所以才没有退还彩礼 我妈强自夺礼 那车开过就不值钱了 我要再跟我妈吵 我妈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 她 我以前供你读书 现在帮你供房贷 哪件事不是为了你好 我熄火了 吵不赢 根本吵不赢 再吵下去 她血压上来 又得住院了 于是我继续相亲 但跟前女友分手的时候 我就已经31了 在这个不算大的城市里 没人一听这年纪 就差直白的说 这个年纪还没结婚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所以介绍的 不是二婚的 就是有点问题的 最夸张的一次 没人给我介绍了一个 正在打离婚官司的 眼前这个姑娘 你算是很好的了 至少不是二婚 也没有正在打离婚官司 她说她这么大年纪 没有结婚 主要是原本打算 一辈子不结婚的 眼下被家里人逼着结婚 自己一年前生了场地 也觉得还是应该结婚 有个人互相照应 所以才出来相亲的 姑娘名叫李云 做幼师的 简单了解过后 我俩互相加了微信 她性格很好 我俩还算聊得来 聊了半年多后 我俩决定结婚 到了谈彩礼时 我还没跟我妈打招呼 她自己说 不要彩礼 房子也不用加她的名字 但结婚前 我家要把我的房子 给装修好了 我那房子 我今年开始装修了 这几年 我自己升职加薪了 也有点余钱了 再加上家里 帮我出了一半的钱 事宜 这年年末 我跟李云结婚了 我妈十分欣慰 妈说的没错吧 这才是不图你钱 不图你房子 想真正跟你过日子的人 四年 李云怀孕 我妈过来帮忙照顾李云 但我没想到 这是我走上离婚之路的开端 我不知道 我妈跟李云说了什么 李云怀孕的第七个月 一直性格很好的她 跟我妈大打出手了 我在上班的时候 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她说李云一巴掌 扇在了她的脸上 她为了李云肚子里的孩子 没敢还手 我回家就见 我妈坐在沙发上哭 李云已经回娘家了 我问我妈是怎么回事 我妈说 她不过是好好跟李云聊天 聊起了很多姐弟家庭的姐姐 都是伏地魔 李云就突然生气了 然后打了她 我去李家接李云回来 李云只有一个要求 她情绪激动的说 让你妈回去 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 不然我俩现在就离婚 你妈这个老不死的那张嘴 能说人话吗 我不过用我自己的钱 给我弟的孩子买了套衣服 她骂我伏地魔就算了 还说伏地魔都是有钱 不知道用在自己小家 非要扶持娘家的贱人 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我让我妈回去了 但我妈回去后 问题又出现了 李云马上就要生了 我俩现在的经济 是请不起月嫂保姆的 李云的弟媳妇也才生了二胎 她妈也没时间过来 帮忙照顾李云月子 最终 出于经济考虑 我妈再回去了两个月后 还是回来照顾李云做月子了 我们生了的女儿 我妈是有点迷信的 女儿出生后 专门找人算了算 要取什么名字 才能让孙女一帆风顺 算命的说了一堆 女儿出生的时辰云云后 说名字里最好带一个金字 然 李云早就取好了女儿的名字 所以 理所当然懒得搭理我妈 我妈却坚持 女儿的名字一定要带个金字 在李云不同意的情况下 最后也让步了 女儿的小名叫袁宝 到这里 都还算太平 开始不太平 是在李云从医院回来 我的假期也结束后 那天 是李云做月子的最后一天 我下班回家 见到家里一地狼藉 地上五六个碗碎成碎片 女儿在房间里哭 我妈在沙发上坐着哭 李云正在骂我妈 一个死老太婆 老不死的东西 现在就滚 我妈见我回来了 抹了把眼泪 说 陆成 妈先回去了 我问她怎么回事 她不说话 就一直哭 我看她那样子 怕她出事 只能说先安慰她 李云却指着门口说 送陆成 我哪怕不上班了 自己带孩子 也坚决不会要你妈 再帮我带孩子的 你让她现在就走 我问原由 李云冷笑一声 你问问你妈 从我坐月子开始 她都干了些什么事 我回家坐月子第二天 她就为了将就你的口味 炒辣椒菜 知道我不吃葱 还一定要每盘菜都放葱 那天到晚还杀摄影的 在沙发上刷西方国家 女人生孩子 不坐月子的视频 动不动就说 我们这代人 怎么这么矫情 坐月子 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动 她以前坐月子 还能自己做饭洗衣 这些 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都忍了 现在她过分到明知道 你姨妈家的孙子有皮肤病 还将你姨妈家孙子 以前穿的旧衣服 拿回来给女儿穿 连洗都不洗 若不是我看见了制止 女儿得了皮肤病 我能打死你妈 你让她赶紧滚 她不滚就我滚 我看向我妈 我妈说 我也是好心 你们现在又是房贷 又是孩子的 开销那么大 我想着能省点买衣服的钱 就省点 你姨妈说了 那些衣服以前都洗过 消毒了的 李云更怒了 你他妈好心的 让我女儿也得皮肤病是吧 眼看着我妈又开始哭 李云又要开始骂 我说了李云两句 算了 妈年纪大了糊涂 再说女儿不是也没穿吗 这件事最终是我两头哄 才不了了之的 我妈真走了 李云一个人带女儿更难 饭都吃不上 我妈在 至少还能帮忙做饭 打扫一下卫生 李云想想也是 最终没再提让我妈回去的事 然 好景不长 三个月后 李云直接回了娘家 给我发信息 只有一句话 离婚吧 这次 不论我说什么 都不好使了 去接她 她聚而不见 她弟直接给了我一拳 滚 我姐不要彩礼嫁给你 就是不想因为你家出了彩礼 你妈对她指手画脚 结果 你家就是这么欺负她的 你不用来接了 不回 你这种人 还结什么婚 直接跟你妈过一辈子不就行了 她骂了我半天 我才知道 今天 我妈又跟李云吵架了 吵到最后 我妈指着李云的鼻子 让李云滚出家门 我妈说 我那套房子 是她出了一半多的钱买的 装修也是她出了一半的钱 房贷都是她在帮忙还 看在李云刚生完孩子的份上 忍让了李云几个月了 结果越忍让 李云越过分之类的话 我在李家门口 耗了几个小时 李云都不见我 我只能回家 毕竟 女儿还在家里 我妈今天因为跟李云吵架的缘故 高血压饭了 照顾不过来女儿 我回家说了我妈两句 我妈就又开始哭 我只能作罢 我以为李云最多就是 跟我妈生几天气 最终会回来的 我妈抱着我女儿也说 她还真能跟你离婚不成 孩子都有了 你就是太给她脸了 才让她如今蹬鼻子上脸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我那几天刚好工作很忙 时常要加班 也就没放在心上 然 等我过几天 没那么忙了 再去李家接她的时候 却被告知 她已经离开了云城 去了其他城市上班了 还是只给我留了一句话 什么时候同意离婚 什么时候再找她 我慌了 可我也彻底联系不上她了 雪上加霜的是 一年后 我妈病倒了 她本就高血压 加上这一年一个人带孙女 时常睡不好 脑血栓导致瘫痪了 这一年里 我也没少跟我妈吵架 她成天跟我抱怨 女儿这也难带 那也难带 我被她抱怨的烦了 就直接说 不是你让李云走的吗 李云现在如你的愿走了 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妈 你抱怨我不帮忙带孩子 可我带孩子不上班 不加班 每个月九千的贷款水还 这房子 也是你一定要让我一个人买的呀 我妈 我脾气上来了 干脆跟她翻就账 当初我和秦月月 得婚 也是你搅和毁的 你若是没搅和 你带不动孙女了 还有丈母娘可以帮忙带 现在自己带孙女的日子 不都是你自己想要的吗 我妈 直到我妈进医院的前一天 我都还在跟她因为女儿的事吵架 将我妈送进医院后 我爸照顾着 女儿却彻底没人照看了 医院是一大笔费用 加上房贷 我不可能离职照顾女儿的 李云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这些消息 回到了云城 我以为她回来 是因为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回来照顾女儿的 事实是我想多了 她回来见了我 说离婚 女儿归我 你每个月给抚养费 我问 能不能等我妈好了后再离 她白了我一眼 你妈现在瘫痪了 你想找我照顾她 你想屁吃呢 离不离 不离你就自己带女儿 我接着出去上班了 哦 婚 最终还是离了 我别无选择 没有我妈帮忙 我根本照顾不了女儿 所以 女儿归李云 我每个月给两千的生活费 离完婚 民政局门口 李云瞥了我一眼 说 你妈那时成天在我面前爸爸 她以前一个人带孩子多容易 月子上都能洗衣服做饭 怎么现在才带了一年的孙女 人就病倒了 活他妈的盖我 你以前为了下班回来后 能不带孩子 还有人做饭给你吃 不是让我多让你妈吗 我把你和女儿都让给你妈了 你妈也没把 你跟女儿照顾的很好啊 还有你 你但凡伸手帮你妈扶个油瓶 你妈都不至于因为又要带孙女 又要帮你洗衣做饭而病倒 你这种看似世事 都偏向你妈 其实只是因为你妈说的 做的全是对你有利的 才会信你故意恶心老婆的伪妈宝男 就不应该结婚 谁嫁给你谁倒霉 我 李云走后 我望着手里的离婚证 叔父想起很久以前 我跟秦月分手时 他妈骂我妈的话 嘴巴这么不干不净 手还伸这么长 管这么宽 你儿子还妈宝 就算万贯家财 有你这样的婆婆 也根本找不到老婆 找到也得离 如今 一语成衬 可惜毁之晚矣 全文完